人类女人 为什么要来打扰本王的休息 今日我并无恶意 只是想借尸王的紫灵精一用 紫灵精 我紫灵意尸王二十年 才能从身体上退下一小块 岂是你说要就要的 我可以用你所需要的东西与你交换 交换 我正好本王最近处于化形阶段 只要你给我弄来一杯化形丹 便给你紫灵精 如何 这就是那传说中的行义史吗 到了这一等级的魔兽 早已经开了灵智 而智慧并不会比人类低 正好有这个机会 让你见识一下真正强者之间的战斗 比起你那些东西 我倒是对你比较感兴趣 难道 臭小子想什么呢 紫灵意尸王蚕食高级人类 是可以让自己快速提升等级的 那家伙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 让这个女人回去了 我知道你也是斗皇强者 我真要斗起来 你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魔兽山脉 还会什么问题 这便不需要施营多厉害 好功夫的阵势 那就是紫灵精 这难道是半生紫灵源 当年我闯了八个紫灵意尸王的洞府 可都未找到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找到了这个东西 这半生紫灵源所蕴含的能量极为可观 四阶小兽将它吞噬 就能直接进阶为五阶魔兽 我靠 这么好 这小兽才三阶而已 而且紫灵精一定就在里面 紫灵果 小子 竟然知道火属性的魔兽喜欢这东西 你想放毒吗 紫灵意尸王的免疫力可是很不错的 凭你配置的毒药能毒翻的 谁说这是毒药了 这是我配置的强力解药 管它免疫力多强 这 这又怎么拿走 的确 靠蛮力弄不开这东西 想要打开它 是的 至少 赶你 你 你 这 你 闪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快快 用玉瓶收紧 这就是紫禁源 我靠 不能这样直接吃 你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东西 浪费是可耻的